民进党退黑激素连线 四位女立委参选人在台北召开 揭露四大家族豪宅谜团记者会 其中花莲立委参选人张美惠针对九五大楼提出 三问傅昆琪、徐真卫 包括御用银件厂商、独揽花莲工程 豪宅和东大门夜市的食材来源 以及农地违法使用的情形 要求傅昆琪、徐真卫对花莲乡亲说明清楚 民进党退黑激素连线四位女立委候选人 在台北召开揭露四大家族豪宅谜团记者会 其中花莲立委参选人张美惠 针对九五大楼提出了三问傅昆琪、徐真卫 包括是否御用的银件厂商独揽花莲的工程 豪宅和东大门夜市的食材来源 还有农地违法使用的情形 他要求傅昆琪、徐真卫要说明白 九五大楼的这个营造厂是不是都是在花莲、承包、重大公共工程 而且都是最有力标 那除了刚刚讲的 其实还有很多学校的球场新建工程 至少有五个 每一个都是七百万、八百万 那刚刚也提到有六千万的 有1.1亿的、有1.2亿的 这些工程应该要说清楚 是不是有利益输送或者是有徒利的行为 农地的持有人是徐真卫 已经农地被铺了瀝青 现在是停车场 那还有移动式的篮球框架 那这个就是违法使用农地 因为农地没有农用 农地非农用 已经超过五年这样子的一个违法使用 那现在还说可以申请休闲农场 强请问特权的富士家族 你们的政治道德是到底在哪里 张美惠强调 民主法治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 干净重振更是公共服务的最低操守 花莲现任立委县长 手揽大权 执法犯法带头违法 而县政府执法还有双重标准 张美惠呼吁 终结花莲国就从换掉不适任的立法委员开始 大花莲新闻总和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